哈喽鬼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亲战玩友加汤正名投稿的一个精彩操作 这位他用的是冷戒大战的这个游女之奶就是本月限定仁者啊 我们看他操作 先丢了个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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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对啊好像二技能啊 二技能之后来个一技能 哦 交了个龙卷元婚啊 那个那个 但是卡住了啊 对方他是佐助太轻挤了 如果他佐助不往前面冲的话 可能就不会被他给套住了 这时候被对方圆魔啊 被疾风一把 就至于游女之奶给拉在上面慢慢揉 哦呀 哎呀 就是小普兰啊 对方昏身还不到 哦 最后两秒钟 1 1 2 3 看了悶驵慌慌 哦 疯了啊 看完之后 诶呦 这个这个 这个游女之奶还能那个 诶呦呀 给卷起来了 给大招卷起来了 游女之奶 véo 整战大战游女之奶 大招可以控制的啊 我刚才不知道 傻乎乎掉后丢完大招就不管她了 最后傻眨都没打到 亏 kommun 达 打完打完 打完佐助 打这个这个 打这个楚天啊 就是像楚天 刚上线的时候还挺受欢迎的 不过现在 好少人玩啊 这才是真的吊打 吊打就是吊起来打 哦不行了 又被弹起来了 哎呀这个尴尬了 这个游女正来这个一技能特别好玩 拉在那里 就让人弹在空中 这个也就只有游女正来可以做到 其他人的都做不到啊 哦又往回吹 哎哎哎 分身了又分身 每次都是分身分完 哎 太太不小心了 对面人都是好尴尬 就连吃了两个大招了啊 这个这个楚天史莱姨 比较悲剧 我们看一下圈手助剑啊 看他怎么虐他啊 来 哦 又招个二技能 哎呦没拉到一技能 起 哎分身 哦对方没有拉到二技能 丢了个背壳 哎呀对方开霸体 哦这时候被拉起来了啊 接下该这个游女正来被楼铃 楼铃了一下 哎呦 接下一个分身分身之后 对方还有四秒钟哦哦 拉起来 平A1 哦对面还有一秒钟 哎呦对面没分身了 哎呦这个就尴尬了啊 只能看着自己的呃牵手匪剑啊 被游女的奶这么楼铃 哇 那么力一样啊 哦 这下可以开大招了啊 可以开大招了啊 开大招直接秒掉他 就不用这么发力 这么发力胡哨了 对吧 好上大招 哎呦呼 哎这大招还不错啊 最后打空了还能楼铃到他啊 不错不错不错 挺溜啊这操作啊 很好